坦克在泥巴路上依舊可以高速奔馳發射各式炮弹 帮助乌克蘭冲鋒陷阵的就是第47機械化鋁 第47機械化鋁是無軍中現代化最完全的部隊 瓜瓜德國軍員的鮑爾坦克 還有美國軍員的布萊德利坦克 他們都能操作自如 在札波羅勒的戰場上繼續往前推進 烏克蘭情報局更表示 無軍也感受到壓力來襲 在佔領區部署42萬大軍重兵嚴防 無軍突圍 與此同時 端內茨克的上空出現了巨大 烏克蘭藍黃國旗 紀念阿富蒂夫卡建成245周年 據傳國旗一路往南漂到二戰領區 讓俄軍看到極度不爽 烏克蘭總統澤瑞斯基接受CNN專訪時 再度誓言絕不妥協 也就是說在奪回所有石土 包含克里米亞之前 烏克蘭反攻不會就此罷休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烏二戰爭的議題 也在印度的G20領袖峰會的 聯合宣言上發酵 那麼這一群領袖們 在旗艦之中還是達成了共識 發表聯合宣言 只是這份宣言 卻被烏克蘭認為真的是很不高興 因為領袖們並沒有指責 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烏克蘭的外交部甚至開酸 這份宣言不值得自豪 拜登和莫迪一見面話講不停 展現熱絡好交情 G團的領袖峰會晚宴 與會的20國領袖盛莊出席 只是這場政治盛宴 卻被炮轟 只是一場政治秀 原來這次G團的領袖峰會 打了563天的烏克蘭戰爭 已久是焦點 東道主印度說 儘管領袖們一見分歧 但最後還是達成共識 直至領袖宣言中 雖然提到烏俄戰爭 還說要繼續援助烏克蘭 宣言內容裡卻沒吃字片語 提及俄羅斯的侵略行為 烏克蘭高分被批評約不久前 俄羅斯才轟炸北部的蘇美 烏克蘭南部 責倫斯基家鄉的警局 甚至被炸到面目全非 一名遠景不幸身亡 同一時間烏南赫爾松 也遭到俄軍空襲 至少有私人死亡 俄羅斯的炮火沒停 也難怪烏克蘭對G20峰會的領袖宣言 氣到不行 TVBS新聞正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